今年双十国庆系列活动在9月24号的一场活力乐龄新世界结束后 算是完成了上半场的所有活动 第一个活动在9月3号的书法及国画展揭开序幕 开幕当天政府驻外代表及国庆主任委员都到了现场 举行隆重的剪彩仪式 为国庆系列活动拉开序曲 当天也有其他活动的主办代表到场宣传自己的活动 希望招来人气 随后9月17号的三项活动热烈举行 展开国庆活动节力赛 当天成功大学及国泰银行共同举办企业奖座 邀请商学界代表到现场演讲 接着大礼堂的为长辈洗脚校庆活动也热闹举行 现场出现许多企业团体的展示摊位并贩售台湾美食 虽然无法媲美大型原油会 但也展现了主办单位的强大动员力 让现场民众热闹地过了一个周末假日 接着下午反国资金团四大代表队 在203市举行了授旗典礼 准备带着休斯顿侨胞的祝福 回国庆祝双十国庆 9月24号又是一连串的活动 上午文化大学校友会同源会及龙岗公所 举行了一场安全讲座 邀请休斯顿警官亲临现场演讲 紧接着书法展将证员大笔会号 写出一个落地大字 吸引观众频频拍照 黄一发也在现场举行老人宣言 想套出乔教中心主任庄雅淑 国庆筹备会主任委员赵婉儿 及副主委陈美芬的方林 最后计划寻告失败 三人始终保密到家 巧妙跳过了主办单位设下了群套 当天华人摄影学会的摄影展 在展览室举行剪彩仪式及切蛋糕 吸引不少乐意人士到场充人气 同一天的最后一项活动 由宋敬学院的成员 到现场分享健康快乐的心得 董事长参聘分及院长许盛宏 带着学员在大礼堂的一个角落 独自展开活动 桌上准备了贴心的水果 让大家一面聆听一面享用 虽然没有太多外人参与 但也算展现了宋敬学院 参加国庆活动的心意 随着宋敬学院国庆乐龄活动的结束 9月份系列活动也算高一段落 可以说上半场的八项活动已圆满结束 每年国庆活动一场接一场 大家绞尽脑力将活动办得引人入胜 虽然有时不尽人意 但为国庆活动精心尽力付出的心意 纵使不完美也算人尽一致 值得喝彩 大家为了只是希望招来更多爱国的侨胞 在国家重大解信时能齐聚一堂欢呼庆祝 彼此联系情感 凝聚海外相亲团结的气氛